诗篇133篇第一节 看啊弟兄和睦同居 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第二节 这好比那贵重的游 销在阿伦的头上 流到胡桑又流到他的依针 在这次我们尝试去理解这篇诗篇的时候 我想用一个新的方法 和大家去分享哉在溪水旁 就是我们好像人之常情 闲谈的去讲讲教会生活 因为我相信这个是我们 如果懂得用这种方式 去理解教会生活的话 其实我们会对这一段经文 会理解得更多 因为实际上原来人类 自从在人类社会当中 这种竞争社会底下成长 我们自自然会觉得 我们能够成功 能够得到一些东西 都是靠我们自己 在人类社会当中竞争 但是其实这一种 是可以说摸口飞的理论 因为这种是最常见的 一种成功的个案 当这些人去到教会的时候 他们都假设是这样 但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 原来在神的家里面 被神去高纳 被神看为成功 和神去认可的人 他不是用这种手段或者手腕 因为实际上 你会看到在世界 根本就不强调和睦同居 这个世界强调人吃人 明白吗 就是怎么样去踩低人 抬高自己 所以你会看到 当一些人去进教会的时候 或者开头 他们会因为教会 一些人情事 你会很感动 但是有很多时候 当他们在教会正式式 去帮忙 做领袖 全职 久而久之 他们在教会有一席位 当然他们会努力 但是在努力的过程当中 他们慢慢将世界的东西 带回到教会 你就会明白 为什么普遍性世界上 很多的教会 都是很容易有工作量 但是没有因高 就是说他们会有大量人的行动 大量人的计划 但是很少是神的神迹 神的参与 神的因高 和神的同在 原因就是说 他们假设了世界的概念 是一种把戏的教会 但是诗篇133 他有一个很有趣的图片 给我们看见 这种现象 就是原来人类的合群 人类的懂得 如何去和人相处 而并且在相处当中 去改变 学习 并且是付出 而导致的 不是自己去爬升 而是导致大家去和睦 原来我们是会被神去认可的 事实上 这个就是连续两三个礼拜 我们说到 在这么多年里面 我见到我身边 最与众不同的人 是被神祝福 是被神恩高的人 都是这些 他们会特别去保护神的 受高者的人 而事实上按住他们有生之年 当他们继续做这件事 就发觉那个祝福 一直会圍牢在他们身上 而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例子 就是在我有生之年 总之别人对我做错的事 我会遥恕忘记他们 没错 我会避开他们 好像避开一条鲨鱼一样 因为我曾经说过 就是说 如果你在一条桥那里 去看海景 突然间被一条鲨鱼咬过之后 你会遥恕那条鲨鱼 但是你不会再站在那条桥上 让鲨鱼再咬的嘛 没错了 就是有些人我会遥暑去 但是我会避开他 免得我自己有受伤害 他又有多个犯罪机会 但是对于攻击我人 但是对于向我施恩的人 我就永远都不会忘记 我永远都一定会计价 我会有没有最少给回百倍的祝福他 但是当我发现 原来在我有生之年 最肯向我施恩的人 通常就是我接触最受高的人 当然对他们的恩高未必说 对比一些一流牧师 或者甚至我们现在教会当中的领袖 那种高级数恩高 但是我说的是 我初信的时候 能够接触到最受高的人 但我发现原来当我祝福他们的时候 神就高兴我 而最重要的就是 就算我没有才能 我没有技能 或者我没有雄心壮志 但是神在后天加给我 而最奇妙的就是 神是会bypass了 就是跳过了我的缺点 我的弱点 神仍然去祝福我的 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 神是一个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的神 即是他叫我们不要去审判 因为审判的权在神里 所以原来当我们去祝福神的受高者的时候 神就照样去祝福我们 这个真理当然可以应用在一些穷人身上 但是最主要我发觉 如果你用在受高者身上 神向你额外施恩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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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真是跳过了他们自己的软弱 他们自己的不配 他们自己的问题 而继续祝福他们 当然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个幸福 我们可以接触我们人生当中 听闻传说当中最有恩高的人 但是起码我们每个都会接触我们身边一些 是拥有神的恩高的这些弟兄姊妹 我们怎么做呢 如果我们对他们都不懂得施恩而受审判的话 那你怎么能够有资格去接触神大大恩高的人呢 因为免得我们从他们身上得的反而是审判 而不是得祝福 诗篇133第一至第二节 看啊弟兄和睦同居 是何等的善何等的你 这好比 那贵仲的游囂在亚灵的头上 流到胡桑 又流到他的依侵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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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珍重神明智 更爱无恒意 赞美世上神永远 要献上祝辞 我爱珍重神明智 见证我准 有些 让你和尚多远 准备辞 我爱珍重神明智 我爱珍重神明智 其你不许我爱珍重神明智 jest偶少神明智 知这个过心意表变快心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